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全球观光业的复苏 美国白宫顾问佛西在这个星期说 大家应该过回正常日子了 大大的打了一记强心针 让全球各国冲刺观光更有底气 停顿了两整年要重赚观光彩 其实盘点资源 欧洲各国发现有新的挑战很多 例如西班牙大缺工 光是建筑业就缺工50万人 让欧盟有数百亿的营建计划 想做没有人动 而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热门景点已经涌现人潮 报道中发现新的麻烦 不过一开始我们会看一下墨西哥 两年之后出现了最新的旅游亮点 真的是前所未见 难怪吸引了大批游客 先一起去看看 Omicron变种渐渐退散 全球观光业加速复苏 各地也纷纷冒出新的旅游亮点 例如墨西哥港口城市 普罗格雷索的这片沙滩 处处可见圆滚滚的小猪爬爬灶 让大批游客躺在沙滩上 不是要晒日光雨 而是要瞧一个最好的角度拍照 不止一起陪游 沙滩滚和玩耍更是基本 迅速炉获居民和游客的心 这八只小猪连同他们的母亲 是当地官方在去年八月 发现并救起 没想到没过多久 这些小猪成了孤儿 当局当机立断决定收养 并安居在这片沙滩 不过这是一片期间限定的海滩 因为等到他们完全长大 就会被带到其他 可以安置大型动物的地点 历偏观光复苏的还有澳洲 坐在雪梨哥剧院酒吧户外区 在望着世界知名的雪梨港 悠在用餐 看山一大享受 却得忍受不断来抢夺食物的海鸥 于是酒吧业者自动自发 训练一批赶鸟巡逻犬大队 以维护顾客室外用餐的品质 业者目前已经训练出十二到十三只狗轮流巡逻 而且只锁定海鸥 至于欧洲也受到浓浓的旅游复速氛围 从全球最大欧洲航太大厂空中巴士就可得知 不止获利大增 恐怕预计今年新喷射机的交货量将超越去年的611架达到720架 欧洲国家则由希腊积极打响第一炮 顺布比往年提早展开旅游季 包括原本在冬季关门的饭店提早重新开张 旅游业者也恢复营运 希腊官方极度重视 因为观光产业占了希腊GDP的五分之一 每五个工作就有一个和旅游业有关 只是希腊现在要面对的不止疫情 还有狂飙的能源价格 打从去年9月 希腊政府就注入超过20亿欧元的资金 为一般家庭企业和农民 补贴越来越贵的电费和瓦斯费 但希腊去年12月通膨还是飙上5.1% 创下11年新高 不巧今年1月又碰上一场罕见的暴风雪 使得部分商品又涨价20%到50% 也唤起十多年前希腊深陷债务危机的记忆 通病相连的还有西班牙 现在正想方设法 解决2008年房产泡沫留下了烂摊子 那就是缺工 根据统计 西班牙目前至少出现50万名建造工人短缺 这样影响欧盟斥资数百亿欧元 帮助西班牙从新冠疫情中脱困的营建计划 当地企业正交集训练新员工 寄出更优渥薄薪资 并仰赖非洲和拉美的移民 疫情退烧冲刺观光 让旧客体跟着浮出水面 开发新的解决之道 势在必行 区别秀众后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亚洲的疫情 依旧是日本跟韩国 那么看到的是韩国放弃实名制 就不要再勾击了 而日本解除了很多管制 那么现在韩国一天确诊 飙上了10万 确实 那么如果说一天确诊 就10万10万多的增加 那么重点是大家赶快来打第三剂的疫苗 再勾击的话 可能在预防的时效上又会延误 至于日本呢 它是阻止蔓延的重点措施 例如冲绳和大满这些地方 20号就解除管制 那么关西北海道还有福岡 有16个县 他们会到3月6号以后再说 那么至于刚刚看到南韩 疫情是急剧升温 它改变了防疫对策 餐饮这些公共场所 可以延长营业一个小时 因为疫情越严重 经济的受损越大 韩国决定两边再重新找平衡 一边就经济再说 限距令暂时不改 韩国现在是限距6人 3月中的时候 韩国的疫情恐怕会达到高峰 会上看27万例 在欧姆国全面侵袭之下 东北亚遍体磷伤 南韩提醒吊胆 预估每日确诊恐怕来到10万例 17号这天果真发生 官方发表 周四单日染疫达到10万零9千多人 是疫情爆发以来 首次超过一日10万例 感染者虽多但还在整体社会复合范围内 考量到民生经济问题 南韩政府决定松绑 公共场所营业时间 允许延长一小时至晚上10点 不过6人限聚令仍维持不变 并且进出公共场合不用再实名制 但是依据业者要求 出示接种证明 阴性证明等防疫通行证 邻国的日本 同样扛不住工商与教育界的炮火 放宽边境讨论多日后 首相岸田文雄亲上火线证实 官方重申 三月起的边境新法 凡符合一定防疫条件 允许非观光目的之外国人入境 每日入国人数增至5000人 七天隔离期如在第三天筛减为阴性 可缩短至三天出关 以此推动经济与教育齿轮再运转 虽然同样是放宽限制 但日本与南韩的状况截然不同 尽管两国确诊数据高不下 日本的死亡率却一再飙高 日本第六波主要感染人口 已经从青壮年 以往老年 使得不易重症或死亡的 Omicron疫情大反转 官方统计 17号全境单日死亡为271人 不仅创下新高 更一连三天都有超过200人 因病过失而死亡年龄分布 70岁以上高龄者占9成之多 老年人健康状态基本上大多虚弱 一旦染疫就算是轻症 也可能引发身体连锁反应 如同骨牌倾倒 而这也造成日本长照设施 频频传出群体感染 照护员也纷纷中标 鬼绝的Omicron变种病毒 使得日本第六波疫情难以掌握 而日本这时松绑边境 工商界教育机构都兴奋不已 尤其是外国人技能实习生 能再入国 对长照养护设施 有如及时雨 看护员也期待 能与来自海外的生力军 共同战胜之场 欧默狂之一 TG的新闻中文报道 好我们很快速的扫描了一下 Omicron现在疫情在部分地区趋缓 还有东北亚依旧紧绷的 大概状况之后 接下来就是俄乌之间的紧张情势 到结稿为止 并没有任何开战的迹象 那么也是没有任何的擦枪走火 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市 在今天的消息传出 有幼儿园遭到炮弹攻击 乌克兰军方说 据了解是清俄国的分离武装分子 所做的事并非俄军 而乌俄双方都互控 对方违反了乌东的停火协定 目前唯一的坚定认为 一定会爆发冲突的是拜登 拜登把这一个乌东的冲突 认为是就要开战的预警 他认为俄国一定会假造攻击的理由 而且美国还是紧要 未来几天一定会入侵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说法是 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布了 俄罗斯的入侵剧本 他推测俄军会先轰炸 切断通讯 然后以网路攻击 瘫痪乌克兰主要的机关设施 然后大军长驱直入 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的紧张情势 就怕任何擦枪走火 高度敏感时期 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市却传出攻击 一间距离俄国边境4.8公里的幼儿园 周四遭炮弹击中 乌克兰军方指控 幼儿园攻击是亲俄分离武装分子所为 乌国政府在事发后紧急通知国际媒体 并带他们到现场采访 乌俄军方也互相指控对方 先违反了乌东停火协定 美国总统拜登认为乌东冲突就是预警 他再次警告 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天攻击 美国总统拜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拜登的授意下 临时改变形成前往联合国安理会 向国际社会示警 俄国会假造开战理由 总统普京在稍早的演说中就埋下隐线 他称乌克兰军方对乌东讲俄罗斯语的平民 进行种族屠杀 布林肯也公开了美国情报单位 推测俄军入侵乌克兰的剧本 目前俄国在白俄罗斯境内的军演规模有增无减 据拜登的说法俄国又在边境分兵七千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认为 俄国目前的部署就是为了开战 我们看到他们飞进更加攻击和支援船 我们看到他们确定在黄河 我们甚至看到他们盛装了血液 我认为我自己不是那么长时间 我认为第一次你不做这类型的事 无缘 你当然不做这类型的事 如果你准备准备准备回家 美国三番两次警告俄国要进犯 狼来了说了太多次 也让美国情报的可信度受到国际社会质疑 俄罗斯当然不会放过回呛美国的机会 布林肯也回应只要能够避免战争 美国宁愿被俄罗斯打脸 乌俄的外交斡旋陷入僵局 俄国当局甚至驱逐了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副馆长格尔曼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邀请布林肯下星期进行会谈 这可能也意味着至少在这之前 俄军不会轻举妄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我们看第一季的全球经济的时候 依旧少不了那四个字叫做供应断裂 意思也就是说全球在供货 不管是供需的平衡上面 或是从商产端到出货端 这个部分的效率上面 还是没有办法回到疫情之前 这也使得航运变得特别知情 吃紧抢船或是抢货柜 延续两年来的热潮 中国的外贸数据在航运上 今年开工就暴喜 统计出来今年元月 上海港的货柜吞吐量 突破了435万标准箱 是历史的月度新高 运价越来越高 现在宁波出口货柜 整个运价指数 如果跟去年比涨了74% 如果比起前年的话 已经涨了四倍 那么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船不够 那么货柜也不够 塞港的问题很严重 中国有一些有实力的外贸企业 跟世界各国一样 这些外企干脆自己买船 也推升了造船业大涨 中国元月份乘接的新船订单量 已经占了全球当月 全世界船订单量的一半之多 春节过后 现在中国大陆还处于开工阶段 但上海港提前较出漂亮成绩单 一月货柜吞吐量突破435万标准箱 创历史月度新高 技术上面我们也应用了 就是一个大数据的分析方法 对我们的船 还有我们的箱 就是箱货进行了一个匹配 把它最需要的箱子 能够放到最合适的船上 加快船舶 货柜流通 其中阳山港一月货柜吞吐量超60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19.8% 自动化的港口作业流程 目标更瞄准成为国际中转港 仅仅这个到釜山中转的这个量 就有100万标箱的这样一个市场 货运港口防满 更是延续了近两年的航运热 大陆的外贸企业开工后 第一件事就是抢船班 我想问一下 那个上次我发的那个三票 UW22-012-013和0193票 美国的那个船器有了吗 本来这条船都会1月27号的 你看我还到2月16号 才开工 要出货就面临船班延误 等不到船运货的窘境 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 压轴到美国西海岸 1月全球主干航线 到港离港的准确率 仅为11% 船舶延误状况严重 仍然是跟疫情有很大关系 码头功能现在 不能正常上班的频率越来越高 所以说是造成码头的效益 受到严重的影响 这个压港的情况是 是从历年以来的话 这么长时间的 码头的拥堵的话 以前没有发生过 在港问题持续 航运价格居高不下 目前宁波出口货柜运价指数 和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超74% 相当于2020年同期的四倍多 目前来看的话 欧洲航线40尺飙箱的运价水平 大概在14000美元左右 那在2021年同期的话 这个水平大概是在8600美元左右 运价贵船舶难抢 一些有实力的外贸企业 干脆自己投资买船 如果我们企业一年出5000个柜子 比如说3000美金和13000 差了1万美金 如果差价是因为我一年差5000万美金 这家外贸企业乐哥评估 光一年租船成本就超过1000万美金 造船价约3200万美金 租三年就可以把船买下 未来更一劳永逸 自家货物出海不再卡关 这股航运需求热 连带推升 大陆造船市场 一月全球新船订单量为307万修正总吨 环比增加72% 其中大陆船接的订单量就有近一半 占比48%居全球首位 我现在是在上海外高桥造船厂 据我了解 目前在厂区内的一个船物和码头上面 同时在舰的船舶数量是达到了12艘 整个厂区的一个产能 是处于一个满负荷运行的状态 像是上海外高桥造船厂 从去年以来 全街的订单就高达60艘 交船时间甚至排到了2024年 201个造船厂互动中华 手上订单高达57艘 交船时间排到了2025年 因为上一轮的造船的这个高峰呢 是03年加速 2011年这个达到高点 我们按照20到25年的这个替代周期来算 24年造船的这个紧急度 替代需求也会加速到来 在全球疫情尚未完全消退下 市场预估航运造船业 今年有望继续望下去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全球选定台湾首映 而且也是台湾有可能是全球唯一 院线放映的这个片子 它记录了香港 在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页 去年香港有一部纪录片 获得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 就是时代革命 时代革命记述了 我们都一起经历过的 看到这几年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 付出的万般血泪 全世界第一个院线放映的国家 就在台湾 而为了保护工作人员 全部都用匿名处理 只有导演画面上您看到的周冠威 他是唯一挂名 而这个影片记录了哪些事情呢 它包括了2019年夏天开始的 示威运动的过程 占领立院 要求港府释放反送中运动的 被捕人士 以及721元朗的暴力事件 当时白衣人手持武器 在地铁站无差别攻击 引发恐慌 另外它也记录了香港理工大学 17天的对峙事件 当时警方包围里大 断水断粮 封锁出入口 不准市民接近 全部记录 那么另外呢 片中他特别选了7组 以不同示威者的视角 展现示威运动 带给人心的震撼 在画面中出现 包括守护孩子的老农夫 封锁线外 急着要救人的救护员 还有示威行动当中 丢汽油弹 对抗港警的勇武派学生 那么他们都代表了 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 在大时代下现在还在抗争 而这一个片段 由这个纪录片完整的留了下来 原先期望可以在1997年 一回归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民主的选举制度 全面的实施 但是中共官员就是 不行啊 没那么快啊 荣获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电影《时代革命》 真实记录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没有人啊 上面没有人啊 大家走啊 我要缓起更多人 去对抗一个无能政府 香港导演周冠威 拿起摄影机深入前线 用七个不同身份示威者的视角 捕捉了当时占领立法会 721元朗袭击 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冲突事件 全运动飞食 他们不会知道我的名字 因为你全运动没有打头 所有人都是no body 受访者蒙面小心翼翼 在镜头前说出心声 但遗憾的是 如今有些人流亡海外 有些人已经入肩服刑 会不会有些风险 因为联络 而导致他们的身份被揭露呢 这个我是最不想的 所以我都好像有个密切就是 不多沟通 一场不存在特定领导人的抗争历史罕见 导演周冠威冒着可能遭到政治迫害的风险 承担起剧组唯一公开身份及发言的角色 在主流的观众群 主流的市民 其实在坊间的报纸 电视台 其实是没有机会看到时代革命 任何的消息 所以 现在香港的现况是 新闻战也是这样 报道一个纪录片都没有机会 因为纪录片无法通过香港审查 周冠威将版权卖给国外骗商 不过在国际间曝光 依旧是得来不易 跟着他们都有一些的小心 我估计之前都很多补导 他们安排一个 也都好像我这样 要保守秘密到去到公映之前 他先去发布给大家听 这件事都是一个风险的考量 后十两年保密制作 纪录片时代革命 直到2021年7月 才在坎城影展闭幕前一天 向世人公开 电影全卫媒体综艺报 当时就以坎城影展 外交豪赌媒体报导 轰动影谈 时代革命2月25号 将在台湾上映 成为全球第一的院线播出的地方 导演周冠威也希望台湾民众 都能够珍惜这份自由 我其实一边拍的时候 我都在想象 很想第一个地方可以公映的是台湾 现在好像梦想成真 这部电影是可以公映的 在台湾这个自由的土地 我很感恩它 多谢台湾 TVBS新闻综合报导 珍惜自由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全球Omicron 那么现在变异株造成的重症率低 因此欧美很多国家 纷纷摘掉口罩 刚刚我们在头条报导的是 现在全球的观光 几乎在欧美已经复苏了大半 开始向国际观光客招手 而摘掉口罩这件事情 反映出欧美国家住院率下降 美国很多州已经解封 那我们这个星期的Focus 看掉抛开口罩的一州 跟着一州 那么有的是户内户外全部解禁 那么有的州政府 为了还有的口罩禁令 杠上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大家都等不及了 那么在美国 现在大部分的州 出入公共场合跟餐厅 都已经不用戴口罩 甚至也不用检查疫苗证明 那么英国研究显示 注射疫苗 其实有助于消除新冠肺炎的 长期后遗症 例如脑雾 那么美国的民调显出 另外一项新冠后遗症 是绝大多数的职场里面 就美国人自己的民意调查 有六成觉得 没有必要再回到 以前的工作形态 也就是不必再回办公室工作了 摘掉口罩 美国华盛顿州州长 有重大宣布 美国疫情趋缓 开始解除防疫限制的州 越来越多 华盛顿州除了医院 长照机构与大众交通工具上 仍然必须戴口罩之外 其他场所 州政府已经不勉强大家了 加州州长更宣布 将疫情降级 在费城 进餐厅内用 不再需要疫苗证明 西雅图更是连 阴性检测证明都不用 洛杉矶的学童 在室外可以露出整张脸 密西根州连教室里 都不强制戴口罩了 加州迪士尼乐园也解除口罩令 除了接驳车与部分室内场地之外 园区多数地方 疫苗打好打满的人们 都不需要戴口罩 园方也不会检查 游客的疫苗证明 一切越来越像疫情前的生活 美国民众仿佛看到自由曙光 因为染疫风险最大的是 那些没打疫苗 与还不能打疫苗的人 比如五岁以下的小孩 但防疫政策 确实让不少美国人厌烦透顶 知名牛仔酷品牌 Levis的全球品牌总裁 最近宣布辞职 这位有四个孩子的美国妈妈 希望学校在疫情期间依然开门 但公司要求她不要再公开表述这个观点 想摘掉口罩 想说自己要说的话 甚至在大众交通工具上都要透口气 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2月延长了 大众交通工具上必须戴口罩的强制令 现在德州政府提起诉讼 控诉这项禁令违宪 美国的邻近国家也开始解封脚步 多米尼加民众只要打完三剂疫苗 拿到这张小卡 就能进出多数公共场合 古巴政府更将可打疫苗的最低年龄定位两岁 86%的人口完整接种三剂疫苗 而且是五种古巴国内自行研发的重组蛋白疫苗 古巴疫苗还未得到世卫组织认可 但能大量生产 又不用低温保存 成功阻止了Omicron在古巴蔓延 目前国际公认第三剂疫苗加强针 有其必要性 因为尽管Omicron重症率与死亡率都相对较低 但其亚型变异株BA2传染力更强 重症率更高 不可不防 一项最新的英国研究也显示 疫苗有助于解决 罹患新冠肺炎后造成的长期后遗症 例如脑雾 疲劳 健忘 失眠等 不过有些后遗症 倒是疫苗或口罩不能解决的 那就是人们不想回办公室了 你比较喜欢抱抱自己亲爱的孩子 还是跟同事老板讲讲场面话呢 美国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60%的受访者希望继续在家工作 高达64%的受访者说 在家工作这段期间 觉得生活与工作更平衡 更有品质 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觉得回办公室工作 会影响对孩子的照顾 通勤到办公室工作是否必要 很多美国人在这件事上 可不想回到疫情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今天也应该说是 这个星期focus的国际红人 那就是北京冬奥里面爆红的 18岁滑雪好手中美混血的谷爱玲 她在中国掀起了谷爱玲狂热 谷爱玲商机 这股旋风在今天扫得更加的狂放 因为谷爱玲今天替中国拿下了 第三面奖牌 第二面金牌 谷爱玲上个星期在自由式滑雪 女子大跳台 完成了空中转体四圈半 那么1620度的超高难度动作 最终大逆转 拿下了个人第一金 当时连彭帅都到场观赛 周二自由式滑雪的波道障碍赛 她靠着第三回合的精彩演出 从第八名后来居上逆转摘营 今天是她最擅长的自由式滑雪 女子U型半管决赛 前两轮滑完就确定金牌到手 拿下了个人在这届冬奥的第二金 刚刚说了 谷爱玲现在是二金一银 她是史上第一个在同届奥运 取得三面奖牌的女子滑雪选手 那么在报道一开始 我们会先看除了谷爱玲之外 另外一个话题人物 但她却是风暴核心 就是15岁卷入竞要风波的 俄罗斯冰上小天后瓦利瓦 她今天的情况非常的凄惨 平平失误甚至狼狈摔倒 俄罗斯15岁华冰少女瓦利瓦 17号在北京冬奥花华女子个人赛 长取项目 从头到尾表现失常 最后更被拍到崩溃落泪 在场边哭到不能自己 瓦利瓦崩溃时抱着她经常随身带着的娃娃 也提醒了外界一个背负如此巨大压力的女孩 才15岁而已 她因为禁要风波承受外界异样眼光 身旁留着长卷法的教练图贝瑞兹 更被曝出在瓦利瓦比赛中严厉指责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连国际奥委会主席都看不下去 18号在记者会上为瓦利瓦感到心疼 教练图贝瑞兹再度成为重视之地 他是俄罗斯至今能在滑冰界称霸 幕后重要的操盘手 以严酷训练风格闻名 曾在访谈中表示 旗下选手一天起码要练习12小时 而这回瓦利瓦被验出体内含禁药 取美他琴 教练图贝瑞兹曾在2019年访谈中 称这款药物只是帮助心脏肌肉加速愈合 图贝瑞兹造就过不少俄罗斯滑冰传奇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运动生涯寿命不长 2014年索契冬奥金牌利普尼斯加娃 2019年因不断受伤和罹患厌食症宣布退休 2018年平昌冬奥银牌得主梅德韦杰娃 几年后就因为永久性背部受伤而退役 其实瓦利瓦就算夺金 这场颁奖典礼也会延后 因为她被验出尽要问题 国际奥会对她的成绩才怀疑立场 还要进行后续调查 在空中画出完美弧度 中美混血滑雪拟将谷爱玲 18号在U型场地技巧项目决赛 第二轮缴出95.25的高分 提前锁定本届冬奥个人第二面金牌 在场上激动落泪 谷爱玲以二金一银成绩 成为史上第一位在自由式滑雪项目 夺下三面奖牌的运动员 18号一早上海街头就有不少民众 跑到户外看转播 对谷爱玲的表现感到惊艳 在赛前的话 其实有很多谷爱玲的广告 被推送到我的面前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位选手 是具体实际的能力 并且其实当时有想过说 是不是那么多的广告 会影响她的参赛实力 但这次两金一银 就是拿了中国25%的金牌 我觉得真的是十分的强了已经 谷爱玲带起的旋风 正在大陆形成强力的广告效应 她代言的红色安踏滑雪浮销量 在购物平台京东上激增20倍 至今已经得到20多个品牌赞助 甚至成为多家国际精品代言人 分析认为 这将推升她进入世界顶级收入运动员行列 但也难防过度曝光 引来的反效果 从单纯的运动员 晋升到品牌代言人 谷爱玲看在厂商眼中是新一代的金鸡母 能否维持自己的商业价值和形象 将成为这位18岁女孩的重大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继续关注 好 接下来要来看的是 科技跟消费连结 那么使得逛街的大包小包 再也不怕了 继续买好买满 因为全部可以丢给机器人 意大利公司研发这个小型机器人 在逛街的时候可以一路紧紧的跟着 绝对不会跑丢 逛累了之后 就一屁股坐在它上面当做椅子 如果买的东西太重了 它的上限可以提重18公斤 其实它原来是英国对年长者 进行的一个测试 因为国外大卖场非常多 在室内逛不受到天后的影响 为了鼓励年长者一定要多动多走 如果有一个测量的机器人 跟在后面的话 那么任何情况都可以一屁股坐下来休息 报道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帮助全球农粮 除粮的机器人 也是神乎奇迹 能够钻入谷物当中回报温湿度 减轻农民负担 而且不会让每年这些存粮在股仓当中 继续大量生虫变质 变成粮食浪费 我们先看一下逛街机器人 亮红色两轮的小机器人 走到哪就跟到哪 这是一台专门为了减轻老年人购物负担 所研发出来的机器 叫做Gita 意大利文中代表短途旅行 这台机器人是由一间意大利公司研发 目前正在英国星宝对当地的老年人进行测试 靠着内建360度的摄影镜头与感测器 能够自动避开障碍物 安全地跟在使用者身后 更棒的是购物完后不想提着大包小包 没关系他可以帮忙 最重可以承受约18公斤的重量 关起来后按下按钮锁住 在口头下达指令就能继续一天的行程 充饱店后可以以每小时10公里的时数 连续使用4个小时 研究团队希望能借此鼓励年长者 多走多动 保持身体健康 这一台机器定价2950美元 约合8万2000多台币 也可以以每个月103美元 不到3000台币的方式按月租借 另外在避免粮食浪费上也有新科技 美式足球大小的机器人 能够快速翻转谷物 测量湿度 预防长虫和发霉的情况发生 全球各地收成后的股物大多集中保存 在出售前会放置数个月不等 在这期间农夫会需要定期使用长长的器具 测量各层谷物的湿度和温度 进而找出可能会导致虫子和菌类生长的热点 再一一处理 不过过程繁琐辛劳 还会有漏掉的区域 不仅如此 这样的作业也非常危险 英国在过去七年就有两名农夫因此不幸丧命 目前这台机器还在测验阶段 预计今年夏季问世 完成后的版本将可以下潜到粮仓十公尺深的地方 照着设定好的路径自动前进 定时回报谷物的状况到农民的智慧型手机上 有望解决每年大量粮食 生虫变质的浪费问题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 接下来这个周末会比星期五要来得更冷的多 这时候冷空气已经影响中国大陆很多地区降下大雪 看到画面上甘肃整个道路结冰 那么一次困在路中央的车辆超过700辆 不能够汽车不顾 700辆车上的乘客主人 他们要靠交通警察一车车送上物资 让他们在结冰等待通行的状况下不会挨饿 那么同时还要确认车子里面的车暖充足 才不会本来遇上了冰组的意外 最后又发生身体状况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注意保暖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观看